Hello,大家好,我是小镇杰西卡 最近不知道刮了一股什么妖风啊 老前审美,也就是old money这样一种穿搭风格突然就火起来了 一句话总结,就是穿最贵的衣服 但是完全看不出贵在哪里 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高级感就对了 那么有的朋友就说了,这种穿搭太老气了不好看 还有一些朋友说,再怎么穿你也不可能是老前家族呀 有什么意义,太做做了 小镇是觉得不妨从中吸取一些穿搭要点 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穿搭中 比如说明明500块的行头,看上去像5000块的质感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期这样的干货 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让自己的穿搭显得更贵,更有质感 那么节目开始之前,老规矩 我是小镇杰西卡,横跨三大洲的职场时尚博主 如果喜欢我,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也请大家多多点赞,留言,转发 你的支持是我做这个节目的最大动力,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第一条,有钱人都很爱穿浅色 包括白色啊,浅米色啊,浅驼色等等 看上去非常有质感,他们不爱穿深色 比如说大家还记得吗 凯特布兰切特在蓝色茉莉花里面扮演的主人公 已经破产了,但是天天都要穿浅色,显得很有钱的样子 那么原因很简单,因为黑色很耐脏啊 那么打工人,无论你是坐地铁啊,挤公交啊,或者中午吃盒饭啊,都不怕弄脏 那么有钱人就没有这样的烦恼了 他们出入都有私家车,而且呢 衣服一旦弄脏了,马上可以送出去干洗 那么小珍也现身说法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就穿了一身浅色 是不是看上去跟平时特别不一样 那么我换一件深色的西装给大家看一下哦 是不是马上就像去上班的样子 跟刚刚穿白色西装风格完全不同呢 那么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以前穿过一件米白色大衣 看上去就很像白富美 一旦穿上一件深色的大衣 看上去老板我来上班了 不好意思地铁迟到了 总结一下,要想穿的显得很有钱很有质感 只要多穿浅色 那么第二条,注重面料 有钱人更偏爱穿简洁利索的基本款的单品 不爱穿特别多花丽胡哨的细节啊和时髦款式 所以他们对面料的要求就特别的高 夏天的时候呢必须是真丝的面料 真丝面料自带光泽感 所以看上去就很贵 那举一个例子啊 大家还记得在纸牌屋里面演第一夫人 后面是女总统的Claire 她如果穿上一件普通的白衬衣 感觉就是打工一族 如果换上一件白色真丝的衬衣 哇,这种光泽感,泛出的零零波纹 看上去就好贵好有钱的样子 那么拿小镇举例子也是一样的 你看,我穿普通的白衬衣 嗯,不觉得怎么样 一旦换上有光泽感的白衬衣 哇,一下子就高级起来了 那么到了秋冬季节 有钱人就非常爱穿洋衣 也就是艺术底下的Cash Me Cash Me哦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一件 大家不要小看了她这种 微微的容感和隐隐泛出的光泽感 一旦上升就会差很多 举个例子 同样都是大地色系的真丝衫 比如说我穿一件普通的真丝衫 感觉平平不起 但是一旦换上了羊绒衫 整个人就好像在发光一样 而且是那种隐隐的发光 不会是那种特别张扬的 大的那种大灯光啊 所以呢,秋冬季节 建议大家要投资至少一件羊绒衫 真的很百搭 而且让你上升显得非常的贵 那么在外套方面呢 要尽可能的去选择一些自带 激里感自带纹理感的面料 比如说粗花泥 提到了粗花泥脆的 大家就会想到 Shanel确实如此 Shanel的粗花泥套装 那么有名不是没有原因的 绝对是每一个白富美的标配啊 小郑自己呢也很爱选这样的外套 比如说这样的一件白色 就是粗花泥 价位虽然不贵 但是因为它面料的原因上升 就很显贵气 那么这一件呢 是我在Vintage里面淘来的 它是相对有多一些的色彩 但是配色又非常suttle 所以呢一看就是老前家族里面 流出来的一件Vintage啊 如果说不喜欢穿粗花泥的同学呢 可以考虑试试看那种细腻的格纹 或者人字纹 它也要比纯色看上去要高级很多 比如说拿小郑举例子啊 你看如果我穿一件这样的 普通的棕色西装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 一旦换上了一件 细密格纹的棕色西装 正因为它带着一些细密的格纹 所以颜色和质地稍有不同 看上去就贵了不少 第三呢 就是不要穿太大logo的衣服啊 大家还记得吗 在继承之战里面 老前家族的女儿 Shiv的老公Tom 他是一个新贵 有一次呢 就穿了一件 带着很大logo的一个羽绒背心 结果被家族里面的其他成员 暗暗地嘲笑了 因为当你全身写满了logo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想要告诉大家 看我看我我好有钱 那么真正的有钱人呢 是喜欢低调的 不喜欢通过这种方式 来让大家注意到自己啊 所以呢 如果想要显得有钱 反而要把logo都要隐藏起来 或者选择一些不太起眼的logo 小小的很低调很安静 这就对了 讲完了衣服 我们开始讲配饰了 第四 加一副皮手套 皮手套绝对是能够elevate你整体造型 看上去很有钱的一个利器啊 大家去回想一下欧洲王室成员出门 每一个人都是一副皮手套 看上去就非常的贵气 哪怕他们不戴在手上 也会拿在手上 一下子感觉就不一样了 至于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些真姿手套啊 或者是些羊毛手套啊等等 看上去挺可爱的 但是绝对不会有皮手套看上去那么的高级 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投资一副皮手套 黑色是首选 其次是棕色 第五 就是一条围巾或者是丝巾了 那么要么呢 就要选择一条真丝的丝巾 比如说爱马仕这种 绝对是有钱人的标配啊 不一定要选爱马仕 但是一定要是真丝的 那么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呢 就要选一条羊绒的围巾 至于羊绒为什么好 我们刚刚解释过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六就是首饰了 有钱人都爱戴珍珠首饰 包括珍珠项链啊 或者珍珠耳环等等 如果说觉得单圈的珍珠的项链 太老气 或者因为财力有限 那么我觉得投资一副珍珠耳环 是完全有必要的 比如说我今天戴的一副就是 单利的珍珠耳环 可以买稍微大一点的 整个人看上去就会非常的温婉大方 低调而且优雅 关于鞋子方面啊 有钱人是很少穿那种12公分 巨高跟漆皮的那种高跟鞋 尤其不会穿防水台的鞋子 因为看上去太招摇了 他们更爱穿那些中跟鞋 或者呢是一些丝绒质地啊 或者鸡皮质地的乐腹血暗搓搓显优雅显高级就对了 第八点呢 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 叫做Grooming Grooming呢在中文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翻译 我个人认为是一容一表的一个打理方面啊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头发 有钱人的头发一定是看上去很有光泽的 不会很毛草 因为有钱人有时间 有财力 可以好好打理自己的头发呀 对不对 建议呢是不要过度的烫染 不然发制就全毁了 平时呢可以多做做发膜 我的头发就经常烫 所以我会经常做发膜 头发的发制确实会变好 出门的时候呢 可以用这样的Shine Mist 可以让头发更有光泽感 这个是我美国的发型师推荐我用的 好 说完了头发之后呢 还有指甲 那么有钱人呢 不会去做那些特别奇怪颜色的指甲油啊 比如说那种青草绿啊 特别张的红黄色啊 他们都不会的 他们也不会做那些bling bling 像小女孩那种很夸张的那种美甲 大部分人的指甲油呢 无论你做颜色还是不做颜色 都是比较低调 要么正红色 要么裸粉色 都是比较多的 一旦指甲油有剥落 要立刻要卸掉 不然整个手伸出去呢 会非常的丢风啊 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妆容 有钱人的妆容都是非常客气和subtle的 他们不会有那些大浓妆 或者是非常像假人一样的contour 和那些特别特别鲜艳的 大红唇 还有特别夸张的假结帽 都不会出现在有钱人的脸上 最后一点呢 就是一些衣物的细节 那么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简单说几点啊 首先衣服要烫平整在出门 如果你的衣服上面有这样的rinkles 就会非常的十分 出门的鞋子也是一样的 要擦干净 不然会显得很掉价 我们上海人有一句话叫做 别脚别脚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当然你衣服出门之前要检查一下 扣子有没有掉啊 有没有污渍啊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显得很有质感 显得很有钱的一些小细节 大家都不要错过 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 哇真的好长啊 一共有九点 大家都记住了没有 当然了还有很多方面 我们今天都来不及说 包括待人接物的man 讲话的语音语调啊 身体语言啊 面部表情等等 我们有机会下一次再说了 again我们的目标 并不是说要穿着一个有钱人 而是在日常的穿搭中 如何显得更贵气 更有质感 好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郑杰西卡 如果喜欢我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也请大家多多点赞留言转发 你的支持是我做这个节目的最大动力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